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但是是鱼栋 不是执行官 鱼栋就是鱼栋 反转哦 鱼人仲才是被包围的那一个 好了 回到正题 欢迎鱼栋和子音做客我们的茶会 耶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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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两位 这两位好像都只上过我们的那个特别版本 还没有来闲聊过 对吧 所以现在特别兴奋 你看他们 没错 对啊 所以被通知的时候 我还觉得挺慌的 因为特别版本的时候 我还可以说 那个版本内容就混过去了 滑水是吧 现在我就不知道 原来就是你 可以说什么不敢说什么 万一说了什么奇 说了那种东西的话 你就丢起就行了 大家爱听 别慌啊 我作为主持呢 是会好好引导你说出 你自己的黑历史的 不是啊 是真心话对吧 比如说现在就 先来个自我介绍吧 好 大家 我是鱼洞 我是达达丽娅 公子的配音演员鱼洞 不行 这个不行 要营业一下好吧 导播不好意思 我们再来一条 这不道个歉 好对不起 原种先签对是吧 冰桂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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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别念了 大家好 我是公子达达丽娅的 配音演员鱼洞 非常开心 能够来到他会 和大家聊天 语气都很约约 真的是 满脸都是一直高兴呢 如你所见 我是罪人的后裔 是骑士团的内鬼 现在来查 会向他们复仇 怎么人设都变了 暗改营是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优拉的配音演员 紫英 这个世界也在回应我吗 你也有新语音啊 那是 之前大家不都新增了那个 开宝箱绿营吗 空宝也跟着沾了点光 大家好 我是男旅行者 空的配音员 录音 他已经都口糊了 大家好 大家好 很放松啊 希望大家都能获得宝藏 我也来个宝箱语音 大家好 我是秦和甘雨的配音演员 林素 这一期是新的嘉宾嘛 那我们肯定也要就配音 来聊聊 对不对 有没有和大家想分享的密文 或者是感受啊 心得啊什么的呢 可以啊 这个这个 那我先来吧 抽 其实在公子声音的时候 我一开始是很没有信心的 我也是 真的很紧张 什么你也是给公子试了 没错 没想到吧 其实谁又能在试音的时候 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呢 至少你们现在的配音 都有很多人喜欢的呀 对吧 没错 没错 我试音的时候更没信心 我试音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信心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公子 是试音的时候 就是他给我的那个感觉 就是一正一协 直爽帅气 还有点中二 就很简单的一个出印象 我记得当时公子 是进行了两次试音 我第一次就试得很一般 自我感觉很普通 然后第二轮的时候 因为当时也同时就试了其他的角色 类似的角色 就没有中 然后就觉得公子应该拜拜 say you love 立马就开始破罐破摔了 然后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吧 我感觉我就反而就放下来了 就状态也放松了很多 结果就中了 然后素素姐告诉我说你中了 然后我中了 然后我就当时的确是一瞬间开心 然后立马就被能不能演好这种担心就盖过去了 我也是 就是做示众之后会有一种很强的担忧 对对对对 我也是 特别我示众男主的时候 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男大学生 说得好像谁不是一样 你这个语气是不是太过于炫耀了 就想炫耀自己很年轻 16岁16岁大家好 要点脸吧 我在示众琴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普通的配音 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示众了之后反而会更加担心 更加紧张 因为好像一开始都没有说抱着很大的信心 去做这件事 然后真的中了就会觉得 我能不能把它演绎好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既然选择了你 就应该调整好心态对吧 选了你就说明在项目组也好 在大家的心里觉得你都是非常合适的 我可以 对 现在还有没有那么紧张 其实还是会稍稍在意 就是能不能会好好的 就是把它表现出来 但是也没有一开始那么没有把握 一开始真的 疯了 因为后来就是渐渐的 就是在对他的印象 就是随着工作的过程 也就丰富起来了 就能感觉到公子的主基调 他喜欢挑战战斗的快感 然后他有每天能比昨天更强一点的自信 对于自己他知道 他就知道争斗是给他带来快乐的 他也知道在紧张刺激的战斗中 就是那种体会 那种跌宕起伏的体会 才是他看中的东西 所以他根本不会在乎输赢带来的任何东西 他只是想要他看中的东西 同时他也很想变强 当然变强不是为了赢啊 当然赢也是可以的 如果能赢的话 而是就是他变强是为了能体会到更加刺激 更加有趣的战斗 然后享受过程 我觉得这点其实洞宝应该好好跟他学学 在配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他就是要变得更强是吧 只要享受变强的过程就好了 公子一直都是我仰望的太阳 好肉麻哦 对的 算表白 算表白 我还没有完对吧 对对 我可以话上说 对 就是你看他的计谋 其实在里面也不算是特别的缜密 或者是特别的不缜密吧 对就是但是他的过程就是一步步都是很清楚的 因为他很明确自己每一步想要的是什么 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当涉及到家人的时候呢 他就会变得很复杂 因为他不想让家人过多的牵扯到危险当中 当然也想让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呢 小孩子的梦想能一直保存 就是面对家人的时候考虑自己会会少一些 对他会更考虑其他的东西 这个反差还蛮猛的感觉 那一点很戳人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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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然后我这边呢说到优拉的话 其实当时摄影的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 对就只了解一个大概 知道大概是这么一个人比较洒脱的那种 其他也不知道 然后甚至于当时他后面有一段 就是关于自己家族字述的时候 还觉得有点奇怪 完了直到后来慢慢去了解了他之后 才说get到了一些他的性格中非常值得我去学习的地方 这点更运动就很像 看你也表白 对对对 现在集体表白现场 就是优拉可能对于我来说也很是一种就是偶像类型的一种存在吧 就是他身上有我想要学习的东西 有两个意象我觉得是很适合去描述优拉的 比如说就是尖兵还有浪花 然后虽然说尖兵呢 在游戏里面更多的是劳伦斯家族的象征 但是优拉呢 他并不只是反叛家族的那个理念 而是更多的继承了家族最初的那种荣光和最初的一种追求 然后所以呢感觉他身上有这种坚韧和包容能在他的身上交织 然后呢浪花呢也是他有柔软的一面 但是呢这个柔软并没有让他变得软弱 而是让他变得更加有这个勇气去面对 然后去包容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 包括别人对他的偏见 然后尖兵呢又使他能够拥有一种力量去坚守自己内心 然后不会在这个成长的途中迷失方向 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很棒 因为扪心自问 我觉得如果他经历的那些事情出现在我身上的话 我一定做不到他这个样子 我肯定会崩溃然后会大哭 我都会啊 出现了 刚才我们在录制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状况 第一个在录制到一半去上厕所的演员出现了 你这是大名兵里的子英同学吧 什么子英是谁我不认识他 这是我们茶会史上的首位 真的吗 对 以前没有吗 当然没有了 大家都是节目开始前上好呀 我节目开始前也去了 刚才其实子英跟虞栋都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在配音当中 如何就是慢慢慢慢的去进入到这个角色 其实我作为导演来说 我们其实一开始在最初适应的时候拿到的对于角色的可知的部分 其实跟演员是一样的 我们并不会比你们知道的多 我们是凭借自己一些经验和一些简单的描述 去大概的知道这个角色可能应该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可能会去跟相组去确认这样子 他到底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所以一开始试音的时候 其实大家试出来的也会相对就比较单薄 只有在正式配音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到 慢慢了解他 对完整的台本了 这个时候他这个人物的个性 他的内心才会慢慢的丰富起来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那种 录到一半了的时候突然发现 哎呀 原来他这么想 很以前就不一样了 对 然后就好像其实我在录自己的角色的时候 因为我其实录甘雨的时候就还好 我录琴的时候 从一开始其实我并没有特别找到一个支点 因为琴可能是比较早期的角色 相对来说 当时可能大家对他的一些人物的设定 整个一个背景都没有说特别的丰富起来 所以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女骑士去试 但是对 我是一直配到后面有一次他带着病在那个大树之下 在那个下面对风神祈祷的时候 突然之间跟这个角色产生了共鸣 我就知道原来他是一个不仅仅是女骑士 对他还有特别温柔的那一面 其实就是说有很多时候他是逼着自己在变得那么强 在别人面前表现成这样 对的对的 然后就会一下子就豁然开朗 所以其实大家都一样 是的 在一个过程当中 拿到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去感受他 去享受跟他慢慢的心灵相容的那个 产生羁绊 对那个过程 我要纠正你一个字啊 作为一个配音演员必须要知道的是 这个词应该是牵绊 牵绊 羁绊是一个贬义词 好棒 羁绊是音译吗 我世界观 你可以去查一下羁绊其实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子音之前说特别喜欢那个 对 什么什么 我们两个一样 就那次 不是也是经受了朋友的案例 说钟离的那个传说任务嘛 然后我就去做了 做了之后 尤其是第二章 我当然喜欢 我要插播 钟离的我都喜欢 我也是我也是 谁不喜欢 就是第二章就是尤其的那种 就是我感觉他非常出我 因为他 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当时惹驼 就是快要消散了之后 就是他的人 他那个人形和钟离两个人 当时在树底下互相聊天的一个场景 其实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两个演员演绎的非常错误 然后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 就是跨越千年时空的那种 有一种复杂的感情 凝聚在那一个瞬间 定格在那个画面里面的感觉 然后那一瞬间就感受到一种 像我们中华文化所独有的一种 就是所谓的君子之交 看似淡如水 实则是跨越千年的 然后那一刻就感觉自己的 我们的文明好骄傲 就是有为我们的文明感到骄傲 然后已经可以感受到那种 厚重感和生命力 我觉得这个是很独一分的 非常非常出我的一个点 这个东西我当时在倒的时候就已经 我在那里好激动啊 好激动啊 就差拿瓶水顶在头上 现场表演 那你觉得好会说 那个可以再给我吹个一万摩拉的 好吧 先上前 先上前 说了这个我也要蹭个热度 你就是来蹭热度的 理直气壮 对对对 刚才两个演员都说到 对自己角色的理解 还有适应的一个过程 我其实对空 也就是男旅行者 也是在示众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就是除了他的名字之外 对他的了解就很空 我一直在想 男主是怎么适应 其实一开始适应的时候 是有台词的 是有台词的 但是吧 我觉得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 和大家和游戏 以及和我一起展开故事的 这样一个角色 一开始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说话要怎么去说 虽然都在调侃 他只有语气 但实际上 一旦有了词之后 我反而会去想 他这个词要怎么样去表达 空的话 他应该怎么样去说话 就我会很迷茫 而且一开始在试完之后 我们主角一开始 只有一些很简单的 比如说表同意 然后表高兴 嗯啊之类的 这种语气 对对对 然后后来才慢慢加入了 很多和拍萌的一些相声 对 然后我觉得 和拍萌的那些聊天内容 也慢慢的把旅行者的人设 和他的故事都慢慢的建立起来了 所以后面 我会慢慢的有一点点把握 他怎么去说话 但是到现在我都不敢说 我完全了解他了 我觉得配空 要比配散兵还要难 因为其实当时男主试音的时候是 还过程还蛮漫长 而且蛮艰难的 因为女主当时挺早就已经选出人来了 对但是男主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 我们是经历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选人的 而且也选了一些知名的配音演员来试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试过这个角色 因为当时给出的版本是 保密的 对因为是非常保密的 所以其实大家很多人不知道 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们其实试的是这个 幸运的男大学生 后来选中了这个幸运的男大学生 太幸运了 对的 但是那个时候的试音的内容和最后空呈现出来的 整个一个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也可以说是随着故事的慢慢推进 我们的主人公也在慢慢的就是成长起来 他的内心被解锁了 你想成细配音是不是 这个很奇妙 形容呢 对啊 我们好像已经避避了很多东西了 大家都好认真 感觉 感觉分享了很多配音相关的内容 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啰嗦 不觉得 不觉得 你又罢死我 如果不觉得我们啰嗦 我们可能会在以后的茶会当中 会更多的有这方面的一些认真的分享吧 对 然后刚才龙哥也提到了散兵嘛 然后子音其实还配了女士 语人中这一块 我们待会看看还有时间的话 在结尾的时候可以再唠个摩拉的 抗起谁呢 五百摩拉 五百摩拉 好 现在我们先赶快开始好吧 好 来一块方式开始 好 本节目是由原神赞助 由林素主持 和原神角色的配音演员们 一起探索提瓦特大陆的乐趣 以及和各位旅行者 交流聊天的自由广播节目 今天呢 我们也同样为 我们也同样为嘉宾 量身打造了两个小游戏环节 那么大家就准备好零食和快乐水 跟我们一起来一场 蒙德茶会 哈哈 哈哈 嗯 嗯 嗯 女人是 女人是蒙德的吗 奇怪 嗯 她是蒙德的吗 对我不是蒙德的 不过公子嘛 出现在任何地方 她都不会感觉很奇怪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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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仇 我画下来了 安博今天又擅自替我准备了午餐 弄得我就像是个被妹妹照顾的姐姐一样 这怎么像画 这个仇我记下了 还有代理团长 明明自己忙得焦头烂额 还要去理会那些 对我加入骑士团不满的言论 算了 复仇时就赏她一个不算难堪的败北好了 这是一个不坦率的女人 感觉公子如果去了蒙德 应该会被记很多本 好像好想看那个优拉的小本本 我感觉上面一点 就很多很有趣很好笑的 说到点子上了 我们今天这个环节就是 看优拉的小本本 哦 报警我的小本本 是优拉的小本本 哦 我听我优拉的小本本 看完是吧 不是 我们都没有看过台本呢 就是 其实呢就是 我会把一些 就是优拉会记仇的人 或者是画下来 然后给大家来猜猜看 是什么样的人 或者是 懂了 你话我猜 不要说 说得那么高级干嘛 不要说 但是这个是计分制的 答对的人呢 她和子音都能够获得一分 但是如果子音没画出来的话 我们剩下的三个人 每人都会获得一分 相当于子音呢 被扣一分 但是为了分数 不会变成负的太难看 所以呢 就还是给其他人加分吧 就是不扣你的那个分 哎呀 好呀 好呀 然后呢 分数会牵扯到我们最后的游戏环节 嘿嘿嘿 这里就先不多说了 总之 尽可能地赢取更多的分数 就没有错了 虽然不是觉得啊 但是还是要认真起来的 走神了 完全感受不到你的认真 我给你个鬼 好好好 要认真起来了 那待会呢 我们的stuff会给子音三道 关于优拉记仇的题目 子音呢 需要一道一道的 在30秒之内画出来 30秒 展示给我们来猜 是什么 对什么人或者是事来记仇 都明白了哦 要开始上题了 第一题是大夫上题 321开始 那为了我们获得更多的分数 我们是不是可以干扰一下子音 那我们在哪里是什么呀 对对对对 谁让30秒他没有画出来 诶 子音第一题是什么呀 好像 对 诶子音第一题是谁呀 对吧 诶 不知道你在干嘛 比如男的还是女的 是人还是动物 我感觉我们言语好像阻挡不了他 对对 那待会要用手才行 诶 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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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时间怎么样了 不是你这能看出来是谁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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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不是这真的很明显 说到红色了吗 他不就是 你这很明显 你知道是谁了 不是他这个真的很明显 但是他是双马尾 没有双马尾了 他没有 你可以忽略这个的话 他的表情和这个动作 真的很明显 是不是 表情是挺传神的 对 动作也很明显 有动作吗 有啊明显有动作 这是动作啊 他这个大剑放的位置那么明显 我已经说完了 是迪鲁克啊 那麽明天 没错 不是手都没有 大技一动 不需要手好吧 这个叫抓住了灵魂 所以这是我一分 四所和子音都有一分 对 快乐 好 那 平实力 好 我们准备开始啊 第二题 第二题 三 二 一 开始 我觉得子音的表情好嚣张 她好厉害哦 这什么 我看到了蓝色 然后 什么鬼 然后 看到香蕉 啊 香蕉 好像是 那个 这个颜色应该是 我觉得 我好像已经知道是什麽了 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猜对 我完全看不出来 这个东西 我知道是什麽了 过于抽象派了吧 我知道是什麽了 我真的没有看答案 可是 哎 但是如果我猜错 为什么每次四所都这么 但是如果 不是 如果我猜错的话 你也不要 不是 我不太理解 它这个 这个正方块是什麽 时间到了 好了 时间到了 那让我看一看啊 我觉得画得非常的完美 嘿嘿嘿 我觉得就是 那个呀 你们 你们真的不知道吗 大剑 颜色 不是你们真的猜不出来吗 这个图标很重要 这个 这个形状 这个很明显啊 优拉吗 哎 哈哈 看这个嗓儿 琪琪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我 我不太理解 我不太理解中间这个东西 现场 都OK 但是不对 但是我觉得 我要猜错了 他是说了一个啊吗 对 你先看呀 你先看 你猜 不是啊 啊 我知道是什麽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那个呀 但我觉得这个是 什么呀 这个是几栋树 我就觉得 就是急动树 我怎么看着像个香蕉树 它哪里像香蕉树 你看急动树是在那个 那个下面对吧 要跳下去的 如果我签错 就是你画的不好 对啊 对不对 它就好像非常传神 然后优拉去打急动树的话 又只能物理 物理的话 它还行 但是它物理就还可以吧 但是它大部分还是 它如果不会有物理攻击 这个图标我觉得非常的传神 这个图标传神在哪里呢 传神在哪里 对不起 传神传神啊 看不出来 能麻烦您解说一下吗 这是西风骑士团的图标呀 团长你认出来了吗团长 严谨一点 情是代理团长 所以我们是都全场 我不知道 反正 我们如果都没猜出来 就是它画的不好 所以它扣分 这样的 就是我们都得一分吗 但这是我的得意制作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 这是明明就是它画的不好 这是节目骑士团之前 就是优拉跑去骑士团门口喊着要复仇 可是不对啊 我们的题目是 就是 stuff给的 那这一分 是不是可以算 stuff扣一分 我们准复仇都多一分 我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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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没错 多一分 那我们进入第三题吧 哎呀第三题好难画呀 可恶啊 第三题 但是 开始计时 不准偷看答案 我看到鱼洞想偷看答案 我没有 我没有 那等我说什么也不算 他如果说说也不算 就 太黑了看不到 现在颜色好像上一个好像有点像 绿的 绿的 不是绿的跟蓝的哪里像了 对不起我离他比较远 绿的 绿的那 哎那不是我头发的颜色吗 哎这个猜错你们都不是人 没错 我也觉得 这个如果你们猜错都不是人 哦哦 我知道了 哦 天空之情 哈哈 天空之情吗 这不是个袋子吗 啊 你不是人 哈哈哈 这不是个 好吧 哦双马尾 怎么都是双马尾 双马画便应该叫 对 你写的是什么 等会啊 这个 我要再来 哦哦哦 哈哈吧 哦哈哈 这个 怎么画完了 哎你为什么还要画舌天子舞 你知道吗 你画了整整一分钟 这个根本就不用画好不好 你就是想再画一个优拉 这是我记仇的点 他让我消了 可恶啊 两个绿色的辫子 这么明显 手里还拿了一个钱 你看就是卖唱 对 就是这个卖唱 这太容易了 不过他画的好好 画的也不好 就是特点 我还以为是卖的呢 不是 我平心而论 如果是我 我是不行的 怎么样 画的还不可以 没有办法在30秒之内画出 小画家 不愧是自己 那这个 那这个 我们都得了吗 我们都答出来了吧 都猜出来了 你都没有猜出来的话 我猜出来了呀 我当然猜出来了呀 那又大家都有分对吧 一 好了 好的 那我们现在的分数是 紫莹三分 我三分 洞宝两分 龙哥两分 斯大夫零分 YES 不是负分吗 斯大夫负分 好 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吧 一百个人眼中 就有一百个达达利亚 只要能让我变强 神志演也好 血演也好 石成深渊的罪人也好 都无所谓 你说的这些 能变强吗 怎么感觉变成一动了 从什么压 有一说一 我在看到 看那个达达利亚的那些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 全都是她能干出来的 就是 当我们谈论公子会被OOC的时候 我们在谈论什么呢 OOC不存在的 你们在说什么 听不太懂呢 毕竟是能在一场战斗 自带三套衣服 瞬间变装的男人 那么在这个环节呢 就是我们为了维护达达利亚的偶像包袱 证明达达利亚 并不是无论如何都不会OOC而设立的这个环节 这是能证明的问题吗 规则就是 每一轮我们都要提出一个 达达利亚如果做这个 就一定会OOC的方案 然后互相投票 再加上场外staff的票数一起 然后呢 提出了这个失败方案的 就是被大家认为这个最不OOC方案的这个人呢 就会被扣一分 同时我要说的是这样子的啊 是这样的 我们每个人的票数是一票算一票 但是staff 这个staff到底是哪里来的 带资金组 对啊 他带资金组吧 staff的这个一票等于五票 等一下 你们把 公布放在了名列上吗 那请问是staff投谁 谁就 币书 哎 我们打假装不知道 太趴起来了 好害怕 简直了 快乐 那我们这个游戏就只能在假装不知道的大前提之下来玩一下了啊 嗯 什么 我们假装一下 staff就是神 好 那我们就 给大家十秒的准备时间 好吧 先来第一轮 准备十秒钟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认为 这个我们认为 他做这件事一定会OOC的这个内容 写在答题纸上面 然后呢 我倒数结束之后呢 我们一起举 举牌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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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一身肌肉 赤裸上身 再拿一记守卫 列举重 是不是很OOC啊 哦吗 扑个锤子 挺合理的 哪里合理了 一点一点都不OOC 我想的是 用托克换取 接下来的神之心 这个 你好狠啊 有点问题 你好狠啊 有点 你意思 有点意思 这是 然后我这边呢是 给愚人众小弟上课的时候 带着托克 这可不OOC吧 我觉得剧情里面就有 可是 他可以跑过去说 我是来传授你们 那个玩具 就交双的 基本技巧 对啊 上愚人众课的时候 就是什么战斗之类的课的时候 好我说我的 公子照着镜子说 我长得一点也不帅 很举 这个很O很O 公子才不会呢 他怎么可能觉得自己不帅 就是 好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 投票了 这轮很明显吧 收拾对吧 对对对 明显是龙哥嘛 对嘛 预备 3 2 1 不是 你们刚刚说好的 明显是龙哥 谁刚才说好的 我们都 不愿而同的指向了一动 等一下 一身剑子肉 就很壮硕的那种 在练举中 不是很OOC吗 没有啊 我们觉得是公子能干得出来的事 是公子能干得出来的事 让Staff也选了鱼洞 完全不对画风都在对 所以现在 来我们来进分了 鱼洞是扣1 扣了1 2 3 8分 鱼洞减8 不是 我才2分 为什么会减到8分 龙哥你减了1分 因为鱼洞刚才几了你 哦 可 你还要这样伤害我什么 没错 我们的分数能达到负 6分这么夸张 当然啊 不要带个闷子 是你 对 好 好我们现在进行第二轮啊 我觉得这回应该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打格斗游戏被玩家虐爆以后 在黄金屋里边堆磨啦边哭 这不是主线剧情吗 对啊 明显上一轮怎么搁你的才是主线剧情 我这个 这个就很 有请死因 我写的是 公子和散兵手牵着手逛道七 滚 这个 这个我必须要说 这个不OC 为什么 散兵怎么可能跟你手牵手 我们很可能是在执行一些某特殊的任务啊 对不对 还蛮OC的 对吧 你还蛮想得出来的 对吧 散兵都说了 最不靠谱的同事 对啊 拜托了你们 那 给我给我给我 然后我这边想的是 他非常严厉 非常凶 然后一边骂托克 一边辅导托克学习 我觉得有可能 你怎么这题都不会 我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 作为公子 作为托克的哥哥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 就很难说 你有可能 就是前一秒 他在那边非常不耐烦 非常凶的在辅导弟弟学习 因为做的不好嘛 对啊 但是后一秒 托克眼泪汪汪看着他 然后他就 心疼了 心疼了马上 你看 你最OC了 对 这次还没说呢 对我还没说 我想出来的是 公子跟钟离一起去打惹驼 钟离一个人上去打 公子在旁边 非常肃默的给他唱 打惹驼的费锦衣 好 是费锦衣的这个人生 不 那个风格不适合公子 公子不行 这个画面有点怪怪 不可以 上去打人 你欧着很快 他都同意我很欧了 对啊 欧得很慢 认证 那现在是不是该投票了 投票了呀 我觉得我的票数都是多余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断 没有办法 不是你想的真的很不欧啊 不是我们这个游戏 我想的很欧欧 我觉得 我们这个游戏有必要做这个环节吗 直接他输不就好了 他刚才已经没有投票了 你发现了吗 你觉得我这个票数类型会比较好呢 没有人 没有其他人有分 不是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迭迫害愚动 不是我们还需要第三名吗 根本已经不需要了 他不可能翻身了 我可能会负到两位数 那我们来试试看吧 好吧 那么我们再想一个 好 我这次决定用一些比较逆反的一个思维 我的答案是 和巴巴拉组成偶像组合 在提瓦特大陆出道 公子唱歌 巴巴拉伴舞 是不是很OOC 就是你想一想 就是这种好像不OOC的东西 它忽然就正式出现了 就很OOC对不对 就公子不管是唱歌还是扮舞 我觉得都不OOC 都挺重要的 B-SHE上面99%的稿件不都是这样的吗 对啊 他在努力到移动到移动 你们要这么想 他忽然就变成真的了 他忽然就变成真的了 虽然确实跳舞的比较多 但是唱歌也没什么不正 你不行来子音 我想的是 公子天天跟在燕飞的屁股后面 学习法律条文 每天背诵法律条文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 其实还好 我也觉得还好 我觉得公子会适合同学生 什么 背的出戏是一回事 跟着背是一回事 对对对 点出了一针见血 有道理 假装成独演小宝大魔王 给托克写信 然后给他庆祝生日 这不就是应该该做的事情吗 对啊 这个完全不OOC 这算送分了吧 没有我是故意的我想看一下还会不会全都是 好的 我觉得这算送分了 大家给点默契 这好难啊 这一轮你们你们都不OOC 那我就是那个公子为了获取托克 大家都跟托克有关系 为了获取托克进一步的崇拜 在托克面前表演了变身 我觉得这个也不OOC 好像还好 看哥哥多帅 这个好像就跟你刚才那个 就是那个 反正他如果有个大前提 跟余仁症带小弟上课 对对对 是一样的 如果他是说这是我是变了个魔术 对我后来想了一下 我也觉得好像都是太O 但是因为你们实际上 大家其实都不大O 我觉得大家这一轮好像都放弃了 就直接随便想了一个 那要想一个OOC的事情 太难了 要在那么短时间里面想出来 真的太难了 那我们投个掉了 那我们投个掉了 我还是觉得我第一轮的第一条会 那我们就先投票把余仁投掉吧 还有投票 对把他投了就好了 那三二一 不是这一轮龙哥明显是送分嘛 但是你这也挺难道久不送分的吗 你难道久不送分了吗 好像就满足一下你嘛 可恶 现在余动他给我扣成了0 他就执你了 对啊他不是送分吗 这明显是送分啊 那现在最后得分是 0 3分 我3分 动宝 副22分 那个 22 龙哥是关头0分 好 stuff是 副1 好 那最后 现在结局就很明显了 好 那么最后就是对吧 鱼洞输了 不要紧 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反对 这是黑幕 你是最碰的 不是你是最碰的 不是 为什么每一轮都投我啊 我们来玩游戏吧 好热 爱人和人的奔袭 并不相通呢 轻轻松松的提瓦克之旅 那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规则 为什么想要那么开心 该死 自作这每个字都毫不掩饰喜业的语气 真是 太恋人公平了 很运不运好 没错 好耶 好游戏了吧 哈哈哈 我们之中得分最高的人 也就是我或者子音 可以使用早佑 然后呢得分最低的人 也就是动宝 使用自己配音的角色公子 你看上天注定你要使用公子 其余两个人呢一个人使用 可以使用任意火元素神之眼的角色 另一个人呢充当留影机来记录下这一切 充当留影机还行 那不就我了 男主啊 男主的主要功能 然后呢我们会在风起地的草原上面 先有火角色点燃草地 然后呢早佑就滚过草地 变成风火轮 所到之处就都会燃烧起来嘛 燃起来了 那个达达利亚呢这个时候 我们会先把它搞成残血的那个状态 所以它需要躲避早佑的风火轮 躲避过程当中也可以利用自己的水元素技能 或者是瞄准射击来加快灭火 否则呢就可能会被烧死啊 只要能坚持一分钟就能获胜 有三次尝试的机会 等一下残血是多少星人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1的话 能错到1吗 真的吗 真的吗 这个就要看staff 心里有没有这么善良的 听起来好有趣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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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鱼洞挑战失败的话呢 我们就有好看的了 让我看看 我看看 什么东西 我走一下 好现在就是鱼洞的第一次机会 我这边是给大家带来现场实况的摄影师 我给你看到 特地带狂炸不着炸什么 反正把周围都点燃就对了 公子的 早又狂烧的 等一下 一条一条 对不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 不应该是这样的 那真一条意思啊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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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 呀 超酥酥 开始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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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为什么身上附着物我为什么去不掉 直接开大 公子开大灭火好快哦 我不管我不管 对不行不能 给我烧烧它 你不带绷上石头的 我又撞石头了 别跑别跑 这个呢 看起来还是有点难度 对的 对啊 这公子里灭火太快了吧 消防员吧 啦啦啦啦啦啦 灭火对 不行 不行不能让它一直开大 让它给装到了 哈哈 啦啦啦啦 先烧一会儿 你把我自己烧死就行了 你把我自己烧死就行了 先烧一会儿 那等会儿第三条测试的时候 得让它把血量再调回刚才那个组织 对的 不然 哎呀 很轻松嘛 而且我可力腿又那么短 下三十了 而且我这腿也很短啊 你也不短啦 哎 其实火力全开也没什么用啊 对呀 我开大没用的 我应该用个香菱 好了时间到 那第二轮公子 公子生了存活 哇我们烧了一大片 那我们现在第三轮开始 这就是卓胜菊了 这 好 大家加油 哎呀 到这个时候 开始了吗已经 开始了开始了 啊开始了吗 早用 快配合可力 走来喽 哎 公子呢 公子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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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断折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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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样 对吗 不适 哎 哎呀太惨了 哎呀不错不错 累死我了 今天真是充实的一天 超级充实 而且感觉又更了解了 尤拉尤其是达达利亚呢 没错没错真可爱 艾勒艾勒 你爱什么 当然是公子她的 娇好的面影 不是是因为她能变身 我超喜欢她变身的 不不不也不是 是她的性格 我以为她要唱了 那展开讲讲呗 先来个舞摩拉的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她的神秘感 接触她还不会感觉到累 也不会有负担 因为她不会故作生辰 你能看出来她会有所保留 但是她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而且 还会给你画钱 这一点我也可以喜欢 确实 当然我剧情里面最喜欢的 还是十秒名场面 因为当时 情绪很复杂 配的时候也很有意思 之后打斗的场面 演出真的是 当场帅酷 就是打之前 你知道就是打之前 她回头的那个灭眼笑 再结合BGM一瞬间 哇 就是你看到她灭眼笑 你就觉得不管她之后要干嘛 就别管发生什么 就在当下 她这灭眼一笑 好了 你们有听她在说什么 我没听懂她在说什么 她已经傻了 她已经进入自己的这个 就是看来我们的洞宝 这个准备的真的是一点都不认真 也不充分 子音不要输给她 我们也来 你也来聊一个那个 优拉的萌点吧 来个石墨拉的 这也能卷 有来的话 我很喜欢她的性格嘛 然后以及我觉得她 做的选择也非常的牛 她属于那种 经历了人世的冷暖 然后但是却依然选择了坚守本心 然后面对自己的家族 曾经的罪孽呢 她也是敢于直面 以及去接受的 而且并且呢 她会选择用自己的方式 做出对得起自己内心 同时呢对得起家族 最初信念的这种决定和行动 然后并且呢 我觉得她非常珍贵的一点也是说 她的内心保留 保留有了一份就是那种善良 我觉得这样非常抽我 就很可爱 对还有还有就是 我记得优拉有一条 是对沙唐的语音吧 然后就是 沙唐好像做了个什么东西 害她被暴露了 然后被13个秋秋暴徒围攻我记得 然后对她反而是没有记仇的 就她前面小本门上乱七八糟 记了一堆有的没的什么 那么不重要的事情完了 这种正眼不禁害到她的东西 她反而没有去记仇 然后反而就是还觉得 没关系啊 反正我也没受伤什么的 然后以及她当时在雪山 憋憋憋憋的给派萌送热牛奶 这点我就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就是你看她那张脸 你看她说的那个话 她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来呢 但是仔细一想想 这就是她可爱的点啊 总而言之 又真实又可爱 这真的是说出了猛点了 你看 于栋说猛点又输了 我有别加的 就是二创的大家给她赋予的猛点 对吧 可大压压什么冲浪 那是大家给她赋予 就不像曾经一样 好像也是 每个角色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嘛 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去探索 自己喜欢的角色的故事 我觉得这也是原神吸引我们玩下去的一个动力吧 就是为了挖掘自己喜欢的角色 喜欢的故事 为了期待这些角色后续还会有怎样的发展 对吧 没错没错 好了 我们这期真的好长啊 好 虽然聊得很尽兴啊 但是也是时候和大家告别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吧 再见 拜拜 拜拜 贵妇老乡亲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我达达丽娅 最好的智东玩具销售员给家人们送福利来了 独眼小宝玩具原价100万摩拉 现在一律只卖999摩拉 只要999 幸福安心全部带回家 通通只要999 同样的小宝比质量 同样的质量比价格 过来走一走转一转 这里的小宝最划算 逛千家跑万家 价格最低是我家 孩子精神老不好 头疼头晕还烦躁 有了我们可爱的独眼小宝 一口气自学到可可分数爆表 脸不红心不跳气不喘 心脏得跳 心脏砰砰砰连连直直跳 喂雷水哥 啊什么 已经卖出250份了 家人们数量不多了 先到先得 别再犹豫 赶快过来抢购吧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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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